将军晚点名 军军聊将军 德政篇 医生 医护人员是不管颜色 不管政治不管国籍 曾经有一部片叫钢铁英雄 美国人拍的 他是一个美国的医官 当他去做救援的时候 他连敌人都救回来 确实是这样 他连敌人都救回来 所以人家说他是疯子 他说不是这是一条生命 对我一个当医生而言 他不是敌人 他是病患 你救回来 然后要怎么处置 那个就不是医生的事 但是我要救活他 他当时在钢铁英雄 他就是说 我上了战场 我看到有人在我身边 身影求救 虽然他穿的是敌人的制服 我还是要救他 因为我是医生 人道医生 我是医生 所以他把日军都救回来了 把德军都救回来了 所以帐篷的医务兵说 这是怎样 他说他是病患 他是我的病患 他是跟我求救的人 这就是医者父母心 他不会分颜色 不会分 连打仗都这样了 何况现在是防疫 所以我说真的的时候 我们要换回整个医护人员 他们对于他们从事这个工作 当时那种医者父母心 那种大爱 那如果说人间有大爱 世界上都没有恨了 因为疫情会过去 对对对 SARS也会过 但是人性 人性本善会留下来 病菌可以消灭 病菌可以防治 但是呢 当你那个爱心 仁慈的心打破之后 这很重要 即使粘起来有个裂痕 对 韩国瑜如果被罢掉 国民党大概也完了 现在罢宴 将军知道 半年前罢宴就开始了 我还加入罢宴的群组 因为我要看他们在避相亡 对对对 所以将军因为现在看来 就是国民党好像比较大 比较委员议员 都是比较晋升的 可是如果一旦被罢掉 我说真的 不管是激进党 时代力量 之后这些有参与罢韩的 尤其是激进党 他一定推出一大堆人 来跟这些国民党的选举 所以将军这个罢韩这件事情 其实刀是两面刃 我们学战略的 刀是两面刃 今天他这一刀 如果激进的各种方式 把不管是韩国瑜还是卢秀燕 只要罢韩或罢宴一成功 这些从事政治的人 恶梦正式开始 嗯 今天你可以罢韩罢宴成功 明天就可以罢你成功 明天就可以罢音啊 罢昌啊罢什么 就可以罢你成功 那个这个恶梦 你所从事的政治工作 恶梦从始政治开始 将军说的很有道理 当你罢某个人成功之后 你被罢了那一天 有无止境的恶梦 就是以前我们说 至少我选举有当选了 我有四年可以展现我的常态 你让我做事嘛 对 那但是呢 当你罢了别人成功之后 别人就会用更大的显微镜来看你 对 你有很棒吗 对 我来看你 你做不好 以其人之道 还之其人之身 而且你还不能骂哦 你还不能骂 因为你罢人家了 现在我罢你 对 那这未来 那他们罢韩 我们要不要去反罢韩 我说如果你去反罢韩 你不跟他们一样 嗯 你不跟他们一样 对 所以我说最好的方式 我说大家对于罢韩的看法 看我没有用 我看 要看韩国瑜他的态度 今天韩市长出来 如果是很慌张 哎呀不要罢我了 拜托拜托不要罢我 各位 这就不是韩国瑜 嗯 你待会看看韩国瑜的气度 对 对 我不在乎 那是民主 不卑不亢 那是民主 民主要怎么做 我尊重 但是大家请看我做了什么事 对 昨天韩市长到行政员来开会 他本来是有戴口罩了 他进入议会 他把口罩脱掉 不是他勇敢 不是他勇敢 因为他要帮所有高雄的学生 争取一天二十万个口罩 嗯 那如果他戴了口罩 就会有人酸他 哎呀 给你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就好 为什么 因为你用了一个 嗯 所以他就把它脱掉 我不戴口罩 韩国瑜的生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高雄二十万学生 每天都需要口罩 嗯 那他就脱掉 所以我讲 大家这一个小动作 很多人不会解读 我最会帮韩市长做解读 解读完之后 大家就讲 我来要口罩 不是为我要 是 我不戴啊 我是为学生要 嗯 高雄市每一个孩子 都是妈妈爸爸手中的宝贝 嗯 当有一个市长 在珍惜你的宝贝的时候 你还会霸他吗 嗯 你还会霸他吗 所以这就是 韩市长 他用温暖的心 融化高雄人的恨 嗯 那未来他做得到 我相信他一定做得到 未来会不一样 真的会不一样 反正还有好几个月啦 五月 对啊 那刚刚 将军有讲到 韩市长用温暖的心 把孩子当宝贝 最近